今天吃酱油炒饭,材料很简单,剩饭,一颗鸡蛋和一些杂酥,没有剩饭的赶紧去煮一锅,没有鸡蛋的赶紧去下一个,我们先把剩饭用酱油拌匀,加点油可以10米半粒粒分明,然后炒杂酥,听起来很高级,其实就是红萝卜玉米粒和豌豆。 水分炒干后加鸡蛋液继续炒,鸡蛋炒好后把米放进去炒。 快出锅前加点盐,香喷喷的酱油炒饭就做好了,阿鱼说怕吃炒饭委屈了他,他给自己加了一碗鸡汤,他可真心疼自己。